欢迎收看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三峡二九里的嘉丽社区 向市议员来澄清 因为社区里有一个建案 建商是盖到一半就落跑了 再加上房子是盖在山坡地上 当时的水土保持没有做好 导致了地基掏空 附近的居民好担心 已遇到台风或是大好雨 万一房子要是倒了 怕是会造成附近居民生命财产的危害 三峡中正路三段七十项 五十九号的房子 当年建商盖到一半就跑了 留下个烂摊子 也因为当时水土保持没有做好 在那里风灾的时候 就发现有地基掏空的情形 而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附近的居民都提心吊胆 生怕哪一天再一个台风或是好雨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面临问题就是说 原来拆掉了那个建地 慢慢的这个水染室有经过 上一次的这个里长 他们这个请包商来做过 可能做了以后呢 目前看那个样子 这个地面上 都是那个好像是 只有沙 泥土是这个只有表皮而已 里面都是沙 甚至于那个什么 这个钢筋都落出来了 还有那个边坡 那个水泥都翘起来了 可见它那个已经塌陷了很深 将来 将来如果在一个大的台风的话 我们很担心 整个社区的可能会被拖垮 看到建筑物 腿皮的外观 以及掏空的地基 让人看得十分的担心 一旦好雨造成冲刷 房子倒了 附近的居民也会跟着遭殃 一眼来协助我们 我也希望我们新北市的那个 长官来协助我们这个家里社区 那我们这个家里社区呢 我们今天出来就是说 我不担心说那个屋主怎么样 可是我就担心 他会扎到人 那我们下方这里的人 会受到伤害 扎到什么人 我不晓得 可是我们就是说 要尽这一份心 我们能做多大的努力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 我希望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最重要我们社区 这个土石榴的问题 最重要是我们的财产 以及生命财产的最重要是在这里 希望我们有关单位 重视我们家的设计 给我们保护这个财产生命安全 市议员黄永昌 接过民众全情之后 到场关心 并与公务单位讨论如何来补强 现在今天我有特别邀请 我们的公务籍 跟我们的养工处 跟农业籍 跟我们公所 跟我们立办公处 重视再来处理一下 跟我们家里设计的主委 和委员 跟我们组合 都有重视来看这件事 现在我们先针对 透空的部分 我们先来做保护 由我们的抢災的部分 先来做 跟后边的结构的部分 私人的部分 再委托他们 请我们的组合 请结构技师来鉴定 是不是 他是不是 因为这有专业的领域 跟另外 这个领域的部分 我们这次会请我们市政府 驾公文 这两个私权单位 就是这个部分 这是你们自己的所在 你们要来危险的公共危险 叫他们快来做处理 后边大家有一个根基地 29里里长郑惠君表示 勃侃的部分 在去年年初 曾经进行灾害抢修 用混凝土来做补强 但现在已经有破损 以及钢筋裸露的情形 他呼吁市府 要考虑到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协助解决这个建商 所留下的烂摊子 中佳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导